见到第一仙,第2997章,名单 天穷下 一艘小舟,载着苏毅和林陌云,在虚空中飞驰 苏毅惬意地坐在那,一边饮酒,一边翻阅着枯玄天帝刚传来的信件 按枯玄天帝所言,此次命运之争,将有近百个天君参与 这些天君,皆是来自不同的天帝门下 初开始,苏毅还很诧异 可当看了一遍名单,苏毅就恍然了 这次参与天命之争的天君,大多数都是已滞留在天命境大圆满地部的老人 全都只差一个成帝的契机 须知,从末法时代落幕,开元时代开始至今,已有百万年岁月 这漫长的年月中,不知多少天君停滞在成帝之前,无法寸进 苏毅就看到,曾和江吴臣一个时代的天君,就出现在这份名单上 如无量地公大长老陪时 蓝天道庭太上长老武和道人 永恒为庭开派祖师无须天帝的师弟广及老祖 等等,每一个皆是上五周天帝级势力中权柄滔天的大老 地位崇高,实力深不可测 随便拎出一个都能威慑一方,让世间修饰为之低头 可如今,这些辈分、地位、权柄、实力都立足于世间之巅的大人物们 竟都选择来参与天命之争 可想而知,成帝的契机诱惑是何等之大 苏毅甚至看到,黑水天都的太吾教教主竟然都亲自参与进来 这可是,一方天帝级势力的长教 当看完这份名单,苏毅才终于深刻意识到 这一场天命之争是何等不寻常 他心中不甚在意永恒地做 可在整个永恒天域,哪个天君能抵抗得了这种诱惑 不过,苏毅也从这份名单中发现一些不一样的面孔 如那个曾扬言永恒 迟早要在剑道路上压降无尘异头的剑修云度 玄梨教祖是灵天帝之子灵问玄 恶天帝第九子言销盛 南天道庭传人炼月仙子 这些面孔,有的苏毅见过 有的听说过 相比那些辈分高的老人,无疑属于后代晚辈 可毋庸置疑,这些后辈同样很逆天,很恐怖 起码在修为上和那些天君大圆满地步的老人相当 让苏毅唯一奇怪的是 炼月怎么有资格参与进来 当年在文州九要禁区时 他清楚记得,这位炼月仙子的修为 好像才只逍遥境而已 距离天君境相差四个大境界 不过,略一思寸,苏毅隐约明白了 这炼月的身世很特殊 身上处处透着古怪,藏有大秘密 当初在立心剑摘一记前的一战中 炼月就曾出现 也是那时,让苏毅察觉到 炼月在南天道庭的地位无比超然 连祖师常恨天帝都对他青睐有加 在其手中,更掌握有一块名欢望书的玉佩 极为禁忌,内运超出命运的力量 这一切,让苏毅预感到 这炼月,恐怕和王之吾一样 身上皆有不为人知的身份 谈起王之吾 苏毅同样也在名单中发现了王之吾的名字 也不知道王之吾如今是否知道 他其实是命运彼岸一个始祖级势力的开派祖师 苏毅眼神有些异样 想到这,他当即拿出一块秘符 传信给王之吾 你要去参加天命之争 很快,密符闪烁 传来王之吾的回信 苏兄,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尽一猜就中 还真是巧了 我正有事要问你 你可知道 此次天命之争的地点在何处? 文州渡口之外 命运长河之上 那地方,你该不会不记得吧? 当初咱兄弟二人并兼子闯荡命运长河之下的灵宝天城之后 正是从那片水域返程回永恒天域的 我想不透的是 哪个狗日的这么会挑地方 竟然把天命之争的地点选到了那里 真探娘邪惑 看完来信 苏毅唇角微微抽搐了一下 直接回信道 我挑的 轻飘飘三个字 似乎带给远在不知何处的王侄 无极大的震撼 许久 他才回信 哈哈 挑的地方好啊 我喜欢 好极了 不愧是让我推崇敬仰的苏兄 竟能主张天命之争的选址大权 了不得 对了 苏兄你该不会也要参与进来吧 我就知道 你肯定不会错过这一场热闹 不过 别怪兄弟我说话太直 真的不怕死 看完 苏毅揉了揉眉宇 王侄无来信的最后一句话 无疑表明 这家伙明显清楚 这一场天命之争中 有诸多天地亲自坐镇 一旦自己出现 必会成为众矢之地 最终 苏毅没有再说什么 只回了一句 见面聊 而后 他而后 他收起密符 拎着酒壶喝了一大口 在答应这一场天命之争时 枯悬天地曾许诺 会保证他的安危 而当时 他也曾开了三个条件 一切都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可苏毅心中清楚 一切承诺和保证 都不靠谱 只要自己出现 就极容易引发不可测的变数 不过 苏毅倒也不担心什么 这一次 他筹谋已久 自有信心应对一切 你究竟要带我去何处 冷不丁地 坐在船尾处的林墨云开口 他一袭白衣 面容俊秀 眉宇间和洛言颇为神似 从和苏毅一起启程 离开天污秘节开始 林墨云就抿着唇 一言不发 从容而平静 魂不见任何事态 苏毅拎着酒壶 心不在焉道 带你去见你祖父和你父亲 林墨云一正 什么意思 苏毅终于回过神般 目光看向林墨云 道 你说 我若当着你祖父和你父亲的面 把你杀了 他们会作何感想 林墨云眉头皱起 冷笑道 你以为我是被吓大的 我倒要看看 你敢不敢这么做 言辞间 带着不屑和挑衅的意味 苏毅笑了笑 呼得起身 来到林墨云面前 一巴掌打在林墨云脸上 啪 那沉重的耳光 打得林墨云面颊红肿 脑袋发猛 旋即 他抿着唇 冷冷道 就这 你竟可以羞辱我 且看我会否求饶 当然 你竟可以下死手 把我杀了 苏毅笑眯眯俯视着蹲坐在那的林墨云 你祖父是林天帝 父亲是林问玄 这就是你的底气 对不对 林墨云阴沉着脸 一言不发 苏毅不以为意 继续道 洛言是你母亲 而我是洛言的师尊 按辈分 我也算是你祖师 所以 你认定我肯定会用尽办法 让你洗心革面 回心转意 而不会真的杀 你 对不对 林墨云 依旧不说话 苏毅拍了拍林墨云肩膀 道 你想多了 这次带你离开 已注定你必死 说吧 他转身返回船头 席地而坐 一个大逆不道的小孽障罢罢了 还不值得他费心去教着做人 苏毅也根本没打算宽恕这小孽障 原因很简单 洛言曾被林天帝和林问玄迫害 注定已是死仇 迟早有一天 苏毅要杀林天帝 杀林问玄 到那时 林墨云作为林天帝的孙子 林问玄的儿子 燕可能不恨自己 不恨洛言 这一切已注定 这林墨云注定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根本无法被教化和劝服 留着也迟早是个祸患 猛的 林墨云开口了 这么说 你之前在 慌骗我母亲 你还有脸叫母亲 苏毅笑了笑 错了 你已和洛言一刀两断 早不是母子 别再拿这种血浓于水的骨肉之亲来说事 我这人 从不忌惮这些 顿了顿 他继续道 至于洛言呢 哪怕他 知道我慌骗他 也断不会记恨我一辈子 因为他以后自会明白 我这当师尊的 是在为他报仇 林墨云脸色一阵阴晴不定 咬牙道 你竟可以杀我 但我可以保证 我祖父若知道 必饶不了你 必会灭沙里新建斋所有人 苏毅笑了 这种屁话 等见到你祖父和你父亲时 再说也不迟 林墨云明显没想到 会遇到苏毅这样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但 他并不怕 一个将无尘的转世之身罢了 再厉害 还能去和祖父掰手腕 故而 他一声冷笑 道 立新建斋祖庭早已覆灭 你苏毅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敢肯定 若我死了 你和立新建斋那些余孽 迟早也会被屠露一空 说吧 林墨云闭上眼睛 不再理会苏毅 苏毅静静看了林墨云半晌 便收回目光 没有说什么 林墨云从小跟着祈父林问玄 祈祖林天帝长大 漫长岁月过去 早已和洛言这个当母亲的 宛如陌路人 这一点 已注定在处理林墨云这件事上 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也根本不存在 有兵士前嫌的可能 在苏毅成州行动的同时 一场秘密行动 也在文州渡口外展开 太无教窟玄天帝 无量地公闻天帝 玄梨教灵天帝 南天道亭长恨天帝 永恒雷霆 无虚天帝 七煞天亭遥光天帝 独来独往的恶天帝等 多卫天帝 一起出现在文州渡口之外 命运长河 浩浩荡荡荡奔涌 七卫天帝 则一起联手亲自布设 举办天命之争的大道战场 这一切 瞒过了世人耳目 在翘无声息的进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